十几年前拥有一架司机车绝对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因为当时汽车的普及率不高 大街上都是以自行车为主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当时汽车价格很贵 动轴几十万还不能买到很好的车 而且选择也没有现在那么多 看到1996年的汽车售价表 你此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下面就和小编我一起看看吧 在记忆中 几十年前如果拥有一辆摩托车 就已经是很富裕的家庭 区区一辆家里有摩托 在当时可以卖到三万多 如果骑着摩托车都疯 就好比今天开着一辆敞篷捷豹一样 绝对是泡妹神器 而且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当时的摩托车到现在依旧可以继续开 其实做工用料什么的都是很扎实的 除此之外 在1996年 奥迪A6的价格是在46万 与当今价格相差无几 奥托价格在7万左右 试想如果奥托现在赶卖7万 会不会担心没有人买 与此同时 帕斯特的价格在24.8万 高尔夫的价格在17.5万 这就很纳闷了 22年前的价格与当今的价格居然非常相近 以前很流行的伊维科价格在20万左右 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 本田思域的价格在29万左右 本田亚冠价格在40万左右 丰田皇冠价格在48万左右 22年前的合资车价格比现在还贵 因为做工扎实 现在还能用 优优独播剧场所屯